看着也没有那么的脏 所以他比较不爱脏 然后也挺好打理的一双鞋 其实就是穿完之后 鞋面是都比较有褶皱的 因为我走路比较喜欢搭拉着脚 所以可能这个底膜的也会比较狠一些 我平时出门的时候会擦 并不会像我们的某些女同事一样搞 把鞋搞得巨脏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KicksVision 我是Captain 从去年的12月底呢 你已经在我们的频道里看到了 我们对2020年球鞋的一个年度总结 那我们列了几个维度 已经播出的有年度最佳球鞋 有年度最佳联名球鞋 还有年度最佳复刻球鞋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讨论了年度最糟糕的球鞋 那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呢 就是每个人都会去遇到的 就是你今年操的最狠的一双球鞋 那之前一期呢 有同事说我话太多 那我们今天就让他来先给我们大家讲讲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已经要先关注我们频道 因为我们还有好几期栏目 也别忘了给我们一个素质三连 直接开始吧 OK那我来讲我穿的最多 这个操的最狠的鞋 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平时穿的最多应该就是腕子 那我为什么现在像杨过一样 这个两个是一直垂着呢 因为其实是我买了两双 就是这个今年 差不多上半年出的这个 MOTERA的那个OG的这个鞋 这是我第一次当时在爱好者参加的那个抢鞋 把当时他们那个网站都瘫痪直接抢了一宿 我也一直在不停地刷 因为这些确实是太好看了 其实看着挺普通的 但是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蓝色 而且棋盘格 也确实挺经典的一个元素 而且IRO也是他们最近这一两年主推的一个鞋型 当时我记得是550块钱 差不多 然后当时买了一双 穿了很久 应该是这个 因为其实透过这个后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后跟已经磨得比较狠了 虽然这个ONE后跟确实容易磨 但是我很少会把这个后跟操得这么狠 然后后来我看他们打折 就是400多块钱 我又买了一双 虽然当时是前面的 大家可能也确实不喜欢这种鞋 就倒闭了 然后正合我意 那我OK 那我就又买了一双 平时上班的时候 之前秋天 然后夏天上班的时候 也确实比较百搭 也低帮 也比较方便 脚感就别说了 ONE这个脚感 其实懂得都懂对吧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 也比较爱开胶 但是我觉得平时穿 三四百块钱的鞋 无所谓了 所以说这个应该就是 我今年穿的最多鞋 但是大家不要说 没有多狠 因为我平时出门的时候会擦 并不会像我们的某些女同事一样 把鞋搞得巨脏 最后我也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 可以试试这双鞋 也很经典的一个一双鞋 Hello大家好 我是水水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双鞋 其实是我今年 逢人就推荐的一双鞋 就是这双 Nike的Daybreak 当然这双鞋 也是我今年穿的次数最多的一双鞋 那为什么说这双鞋呢 因为我是觉得它真的挺好看的 而且还比较容易搭配 然后关键是它还很平价 那说到Daybreak呢 它其实 我觉得你觉得拿着很奇怪 这样 要不是这样 没事就这样 关键我现在有点脏 那说到Daybreak呢 其实它是1979年出的一款鞋型 然后呢它最近两年呢 跟这个Sakai 还有Andkawa 还有藤原浩呢 都出了联名 所以呢就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了 那为什么我这双鞋穿的次数最多呢 因为就是首先吧 它这个鞋型是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鞋型 然后也比较好搭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材质是吧 我觉得它就是设计的还比较独特的 像我这双呢就是这个帆毛皮跟这个尼龙材质拼接的 像它每一个配色的这个材质都不太一样 我记得还有皮的 然后还有格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鞋底 它这个鞋底呢 就是这个 还好像是Nike比较有历史的那种滑肤的底 所以我就觉得它上脚还很轻 就平时穿 就是平时要出去逛街 或者我上班穿这双鞋都很轻 而且这双鞋是我从夏天到冬天一直都在穿的 就是而且它就是还比较好打理 就是反正就是我这个鞋 我记得是我从今年年初买到现在 好像就都没怎么刷过 就是看着也没有那么的脏 所以它比较不爱脏 然后也挺好打理的一双鞋 所以呢 这双就是我今年穿的次数比较多的一双鞋了 然后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买一双鞋的 因为它这个入手难度吧 也不高 然后呢 它 我记得它今年出了好多的配色 就是好像是今年夏天的时候吧 我觉得Nike好像想比较想推这双鞋 然后出了很多的配色 然后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灯心绒的也挺好看的 然后反正就各种配色 然后我那个最近看消息说明年年初的时候要出一双这个 Daybreak芝加哥的配色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入手一下吧 反正这双鞋就是 嗯 入手难度比较低 然后也很百搭 关键是便宜 也不太容易撞鞋 然后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买这双鞋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鸭仔 那轮到我来分享我一年穿最横的球鞋了 那就是最酸 宽威的OneStar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它已经真的是被我操得不成样了 就是很脏了 我也没有去擦它 也没有去打理它 因为怎么说呢 从第一双板鞋是宽威开始 其实我陆陆续续都会有买宽威 然后自从我买了这双OneStar 我就感觉跟剪刀宝了一样 当然我没有穿过日常的宽威 我觉得这是目前我穿过最软的一双宽威 以至于你看 这个底已经被我磨成 因为我走路比较喜欢搭拉着脚 所以可能这个底磨的也会比较横一些 这个底就可以看得出我穿着它的岁月是有多少了 而且这其实是我买的第二双OneStar 我的第一双OneStar已经穿烂了 就是这个底已经穿破了 然后我又买了一双 我感觉从我的使用程度已经看出我对这双鞋 我是怎么穿这双鞋的了 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证明我穿它了 我觉得未来可能我还会再买一双 就是我会有三双OneStar吧 而且OneStar就 我觉得比起70S跟AllStar 它其实不那么容易撞鞋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之后 它也就涨价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今年操最狠的鞋了 可能也会成为我明年操最狠的鞋吧 拜拜 OK那其实说到这个操最狠的鞋子呢 那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穿最多的鞋子 我穿鞋呢其实是比较去保养它的 这两双这个萨洛蒙的XT6ADV呢 就是我过去一年穿的最多的鞋子 那其中这双蓝墨色的这个鞋子呢 是我从5月份一直穿到了 可能是11月份呢 为什么会去选择它 首先其实是我是被ROCATE的一个主理人 冻草的是在17年的InnerSight上 他当时穿了一双白色 后来时装周上的火爆 让这双鞋可能被更多人知道 但是在国内的发售呢 因为萨洛蒙的渠道并不像现在铺的广 所以那个时候一双鞋可能要1680 后来赶上了这个萨洛蒙所属的这个亚马芬集团被安踏收口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到现在 你都可以看到萨洛蒙他们的鞋子是在国内买 而且的价格也便宜了很多 甚至还有折扣 那脚感我说实话 因为这双鞋它是户外鞋 其实是方便于大家去走路去日常去穿着的 还有它一定的这个科技 那其实像这个外底的这个Protection Control 鞋面的这个Sanfit 唯一一个比较提醒给还没有买 但是想买的朋友呢 就是这双鞋呢 它的尺码是偏小的 像我日常穿43的鞋 可能这双家穿44 穿了这么久 比较让人惊喜的就是这个 类似于这个刀钉的鞋底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磨损 但是其实不管是这双可能穿了有4个月 那这双可能又穿了可能一次出差 其实就是穿完之后 鞋面是都比较有褶皱的 透气性我觉得也是ok的 夏天穿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冬天穿你说冷其实也还好 这双就是我过去年套的最狠的一双鞋 也是穿的比较多 ok那以上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 他们的分享 关于今年套过最狠的球鞋 那我和我的同事呢 都是以冲勤的鞋子来盘点 那我也相信屏幕前的 你肯定是有穿很多鞋 打球啊或者跑步啊什么之类的 那也欢迎你在评论里啊 或者说在其他的地方 私信我们你今年套过最狠的球鞋的一个样子 我们的年度盘点呢还要继续进行 那今天就到这里 一定要记得去关注我们的频道 去给我们的视频 投币点赞素质三连 也当然欢迎你们多多跟我们去讨论 你们这一年 超过最狠的球鞋是什么 好了我是Captain 那下一期 接着由我的同事来主持 拜拜